漸漸皮雕作品 十字绣的传统饰品 还有打包带编织等等 这些全都是基隆原住民族部落大学学员的创作 有近两百多件 可以看到有打包带编织摆脱了传统的图文 出现创意卡通图案与造型 而作品当中也有传统的竹篓框编织 要让传统的生活用品在都会地区也能传承下去 我们所展示的作品非常广泛 除了我们老人家以前他们所做的鱼篓 鱼泉 还有我们的皮雕 再来就是我们的十字绣 还有编织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打包带 这是一个我们长者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结晶 所以能够也在我们这一个 这个阶层的这个年纪来讲来去呈现我们这些作品 那就表示我们都还是保有我们自己的原有的传统文化 都可以嘛 都不错啊 而这些作品在基隆市府一文狼展出 将展到七月底 让来到市府洽工办事的民众也能欣赏工艺的创作 工艺上都很细致 都很精细的 我们都做不出来的 他们原住民的人手很巧 基隆原住民族部落大学迈入第五年 课程除了有传统的编织工艺之外 其实还有族语课程 将部落故事或生活周遭事物用族语编撰册 今年将出六本阿美族语书籍 让手工艺与族语能够保存与发扬 就这么长大给我基隆市采访报道